这款车型你们所看到的是 它是一个路虎豪华的装饰板 加上自低离地间隙是180 至高空气悬挂可以调整了260mm 另外的话呢 这款是一个全系标配隐藏式的门把手 天空之近的原理 就是说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降低风阻系数 节省油耗 提升我们的一个空气动力学 整车的话是一个全屏设计 跟特斯拉是一样的 打开车门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包式的车门 非常有温度的设计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车子的话它只是到这个地方 只到这个地方 像这款它是全包式的车门 有没有发现 发现的话 可不得666后 对你们自己的车门相互比较一下 上下车的话可以特别方便 避免弄脏我们裙踏跟那个腿部下方的位置 避免弄脏的裙踏或者是裤踏 整车的话是电动座椅标配来的 这款是一个12项电动座椅 顶配的话是个16项的电动座椅 大家可以看到全车是Napa皮质座椅的一个内饰 加上中控是12寸的夜级仪表盘 12寸的抬头显示 12寸的中控大屏 然后中控大屏还有一个6寸的横连屏 整车是一个6连屏动 是的 绑的就是凯莉七线我们家的宝 另外还配备了一个BOSS影响 豪华品牌美国进口的14颗BOSS影响 全系标配的 Napa皮质双层皮质座椅 标配我们可以选择黑内饰 中配可以选择黑中内饰 顶配的话是白车加白内子 车加子内 03的话是不是Napa皮 并不是 03的话并不是Napa皮 只有领克09才是Napa皮 09的话是Napa双层皮质 顶配的话也是更加具有舒适性的 另外的话 这个是那种棕色的一个Napa皮质 全真皮 然后如果是黑色的话 它是香气一个阿根塔的发毛皮的一个搭配 现在主要把左上角轻车输入更开一点点关注 就你们所看到的这款是一个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09的话 它的舒适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升华 它更加注重的是一个宽大 宽大后属有支撑性 而且是一个有商务 商务的那个叫做什么呀 商务投舱 航空 就是说商务的航空投准 它的一个投准的话是前后排都可以有的一个商务航空投准 后排有一个老板键 第三排有电动折电电动放导 这个是可以加一个W可以选装的 航空投准 说错了 是航空投准 第一排第二排都可以有航空投准 还有16项电动座椅调节 座椅按摩 第三排电动放导 电动升级 后排老板键 这个的话是加一个W就可以选择一个坐舱豪华升级包的 另外的话车内的话甚至还有什么呀 甚至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另外这款车型是带有标配自信运行还带排队功能的 主动刹车车道偏离辅助或者是一些防碰撞预警 这些都是有配备的顶配当中的顶配的 欢迎起来主播剑哥哥 左上角清车时跟凯莉一点点关注 然后后排就不带大家去看了 六座的座椅就是2加2加2的座椅陈列方式 可以看得清吗 看不清的哥哥们的话可以单独点左上角黑色小圈圈去私信杂 凯莉给你一对一的报理价座方案 直接带您看车的内饰好吗 回头的话跟他一对一的视频沟通 带大家看车的内饰 下播后都可以带大家看实车 欢迎起来主播剑哥哥们 如果觉得凯莉人美嘴甜声音好听的 不要忘记跟凯莉点点关注 关注走一走感情走不散 灯排一辆前途 就是凯莉介绍的载好 一定要到电过来看车试驾 才能有体验 对比各个车型的差异化 一定要过来试驾一下 你们所看到的是六座的一款PHEV的 对比赛的车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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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